大家好,这里是安波华语足球快讯2023年9月11日 10号凌晨进行的国际友谊赛,日本客场4比1击败德国 赛后,日本主帅森宝一接受了采访,对球队表现进行称赞 森宝一表示,赛前球员和教练组都对这场比赛严阵以待,都做好了苦战的打算 在经历了严酷的准备后,这样的结果真的很好 通过比赛,我们不仅获得胜利,还带着更高的目标对球队进行了锻炼 本场比赛将我们赛前准备的内容都展现了出来 除了比赛胜利,球员们都经历了足够的挑战 我对这样的结果很满意 感谢您的收听